嘿!我是Penny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近期的購物 我其實陸陸續續可能從10月開始就有在買東西 打折到如果我不買我會對不起自己的商品 可能是我有生以來沒有看過的這種價錢 我看到了之後我就覺得哇太便宜了我真的一定要買 然後有一些商品是我等了非常久等到它折扣打完了我才買的 我今天想要介紹的不完全是我近期買的東西 其實我真心喜歡我想要分享給大家的 但有一個東西呢我先拿給大家看 因為我是前兩天才收到 我收到的時候這個就是我唯一一個我等它打折打等很久 然後終於才買的 可是我收到的時候我就覺得有一點不知道到底該不該留 在我介紹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今天帶的視頻 一樣是Anna Luisa的 他們最近有聖誕節的折扣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我前面很喜歡今天這個 這個耳環 不知道看不看的明顯 它上面是有 它是一個回紋針 回紋針的形狀 上面有小珍珠 我還是一樣在戴這條項鍊 然後我想跟大家分享這個戒指 它這個戒指是可以 它是一個size的 我的手算是比較細 我大概都是帶4號還是5號的戒指大小 然後這一個呢 它上面就是有兩個珠珠 它可以調整大小 然後我調整大小的時候 我還把它稍微轉了一下方向 讓它就是可以一前一後 它其實是可以這樣子打開 然後它原本的設計其實是 兩顆球是對在一起的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把它關起來的話 就會看起來有點單調這樣 然後我就自己把它這樣稍微轉 往後轉 比較不對稱這樣 再把它壓起來 這樣子戴上去 就覺得很好看 也是Anna Luisa的 它原本也是兩個這樣子 對齊的 後來我戴上去的時候 就覺得 因為如果要符合我的大小 我再把它捏緊的時候 就不好看 一樣這樣子做法 把它轉一下下 再壓緊 這樣 比較沒有這麼的單調 我覺得很好看 Wonder 我最近還蠻喜歡他們這個牌子的東西 我都有在關注 我覺得他們的鞋子也很好看 但是這個商品 這個牌子我關注了蠻久了 它的原價是700多塊 750左右吧 然後我買到的時候 它其實有很多顏色 有咖啡色 是不是深棕色那種 然後還有白色 黑色 我之前很久以前有個酒紅色的包包 可是已經被我背壞了 然後我又不想要黑色那種很無聊的顏色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酒紅色的這個包包 其實收到的當下我還是很喜歡 我到現在看我都還是很喜歡 我覺得它 就是腋下包那樣子 背起來 很有很淑女的感覺 缺點是 我在買之前我就大概知道 我會不喜歡它這個地方 打開跟放東西的時候都很麻煩 就太喜歡這個Style了 因為其實像是Seline啊 或者是很多各大的牌子都有賣 類似這種Style的包包 可是我沒有到特別的喜歡 而且就價錢方面來講 就是太貴了 我沒有這個預算想要買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價位的包包 然後這個包包呢打折的時候是400左右 我覺得這個價錢就是非常合理 因為已經就是快要板價 給大家看我到底為什麼要不要留的原因 它這個打開呢 我裡面的那個紙都還沒有拆出來 你看我剛剛打開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眼尖發現 再給大家看一次 你看我打開這樣 我要打開這一片的時候 它就會卡住 它會卡到這個另外一片 這個東西這個地方 會覺得是設計沒設計好 還是 是我不知道怎麼用 所以呢 我現在把東西都拿出來 它的容量其實我覺得還OK 我現在平常出門上班 我會帶我的iPad mini 看看可不可以放一下我iPad 我沒有試過 去來看看 它如果放得下的話 我就會 可能會留了 等一下 放下去 我放進去了 而且好像沒有突出來耶 我買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考慮說我要放iPad進去的 好我現在這樣打開來看 會不會卡住 卡住了你看 就這一片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只有這個開口 這邊 這邊不會卡住 好換個方式 先開這邊 再開這邊 欸 沒卡耶 好我先開這邊 再開這邊 就卡住了 好OK 是這樣子是不是 我看了很久 看了很多圖片 我收到的時候才發現 這邊的是有這個扣子 這樣 這一邊的沒有 然後它可以拉長 它的這個線 它的線是長在下面 這個中間 拉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調整 你可以調整它的長度 就變成可以側背 可是它調整的長度 就只有一種 你要不然就是背這樣 要不然就是那個線 就拉長 它還不能再調長度 就只有這兩種長度 蛤 我是覺得很喜歡啦 但是其實這種顏色包啊 配黑色的外套 欸 其實配我這個綠色也好像還可以 默綠色 其實這樣搭配好像也OK 唉唷 大家幫我留言 這個價位跟這個包 可不可以留 它現在可以放一下iPad 我覺得很像留欸 我很喜歡 因為我真的很少 一看到有某一個包包 就是我的東西 OK好廢話太多 我現在來開始介紹鞋子 第一雙鞋子呢 最近很紅很紅的 Chelsea Boots 我看了很多很多牌子 的Chelsea Boots 然後這種東西 我覺得是很容易就過界了 所以我不想要 我也沒有打算 要買那種非常貴的 然後這一雙 我也不想要買就是 爛大街的那種boots 然後這個牌子呢 是我 是之前那種很紅的 那個地圖包的牌子 我試著發它的音 應該叫做Alferio Alferio Martini 或是Alferio Martini之類的 這個牌子 我有它的包包 就是那個很紅的地圖包 這面上其實是買不到 它們家的東西 它也 在美國也沒有店面 就是要從義大利 就是它自己的官網上面買 它才有它很經典的地圖在這邊 然後還有它牌子 在這個側面這邊 我覺得很好看 我超喜歡這雙鞋子 而且它很好走 這雙鞋很輕 又很好走 價位大概在300左右 它的皮料 皮革比較沒有這麼好 我穿一次的時候 它就 紋就開始出現了 它的底部啊 我都很小心的 我走路都是不會 盡量不會拖著腳走路 我都是用踏步的方式走 我不想要鞋子被我弄壞 我不知道鏡頭拍不拍得出來 就這邊已經有一點爆掉 不是爆掉就是有點被磨掉 然後它的皮都已經 底部的皮已經跑起來了 其實我才穿一個月吧 然後我也不是每天穿 下一雙鞋子 這個也是打折的時候買的 然後我超級超級超級喜歡 這個是Chloe的靴子 它也不太算是Chelsea boots 可是就是有點墊高 就是普通的靴子 可是這個顏色是我沒有過的 我是買有點雞皮的這種缺點 就是它還蠻重的 所以其實走路起來 不是這麼的方便 再加上你如果像 像我住在紐約 我要在地鐵穿梭 然後要走樓梯跟走那個路 就是會更困難 它這種靴子呢 本身上下樓梯的時候 這邊中間就會卡住 所以你下樓梯跟上樓梯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點鈍鈍的 不像我剛剛介紹的這一雙 它上下樓梯就還是一樣正常走路 因為它的皮比較軟 這種就是因為你整個綁起來 就很硬 穿的時候很方便 因為它側邊是有一個拉鍊 所以穿起來比較不會像 比較不會這麼麻煩 然後我基本上是不綁鞋帶 然後最後一雙鞋子 又是鞋子 又是長筒的 這個 converse的chelsea boots 你說converse的chelsea boots嗎 反正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這種店高鞋子 我在各個大網站都買不到 而且應該說可以買得到 可是沒有我的size 我很想要買 可是我從以前到現在 買過的converse的鞋子 我都沒有買過高齡的 因為我知道非常難穿 不是說它不好走 這雙鞋子非常好走 而且它有墊高 穿起來就是跟穿普通運動鞋一樣 我買的時候就真的是覺得 穿這個鞋子麻煩到一個不行 就是每次穿跟脫的時候 你就是要一張椅子 或是坐在地板上 你才可以好好的把鞋子穿起來 我試過一些方法 然後我也看過網站上面人家分享 就是沒有辦法 你就是 你穿的時候 你就是不能 你就是要把鞋帶 重新綁 然後脫掉的時候 也是要這樣子 拉到最前面 然後鞋帶要鬆開 但是呢 我太喜歡 而且它就是 很便宜 然後我這一雙 其實是客製化的 我的是下面的是米白色 因為我買不到 正常它原本的style 就沒有我的大小 所以我就只好去客製化 一雙我自己的鞋子 然後我的這個是 這邊 這個圖案也可以客製化 就是黑白這樣 它有很多種 可以用硬的在上面 或者是3D圖案的 各個地方都可以變顏色 可是今天有黑色的conversor 所以我就覺得買白色 然後底下是米白色的鞋墊 這樣才可以脫顯它是 BOOTS的一個特色 然後我覺得這雙真的是 很好穿 可惜 我那前兩天出去玩 那被LINA踩了一角塗在上面 就整雙就變得髒髒的 雖然說這種鞋子 就是要有一點點髒髒的 會很好看 但是它當下踩到的時候 我就很不捨 因為我才 那時候才穿出去大概第四五次而已 呃 再來就是蠟燭 我最近買了還蠻 蠻多蠟燭是我還蠻喜歡的 這個最近也很紅 不知道到底它要怎麼唸 Lala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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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很喜歡它這個Santo 26號的蠟燭 我很喜歡有一點大自然味道 就是很木頭香味的 Amber 這個Deep Creed的Amber呢 這兩個 大 就是木頭大地味那種 而且這兩個味道非常接近 就是 這個Amber會稍微再 聞起來會再濃一點點 我兩個都還蠻喜歡 喔 Deep Creed的我覺得他們的蠟燭 只要點五分鐘就會很香 味道 它的香味散發很快 應該說因為它的蠟燭 味道本身就比較濃 所以你頂一下下之後 你就會覺得整個空間都是這個味道 但是相對來說 如果是用Santo這個的話 就要稍微 可能多等個10到15分鐘 那個味道才會散開 可是它的味道比較 聞起來不會那麼刺鼻 再來是 我很愛很愛Britle的這個Gypsy Water 護手霜 是我朋友在我生日的時候送給我 然後我一擦之後覺得 天啊這就是我的東西啊 這個味道完全就是我 已經跟我融為一體 我一開始就是知道它的價位嘛 所以我就不太敢去買它的身體乳液 可是呢後來我還是買了 因為它真的太好聞了 不是那種真的非常非常刺鼻的香 它就有一種很homey的感覺 就是很cozy的味道 然後最後有一個蠟燭 是這個 我其實不知道它這個牌子要怎麼唸 OK Anyways 就是這個 它的包裝都蠻漂亮的 然後這個是最大的尺寸 這個我是新買的還沒有點 我有舊的還沒有點完 我就看到它打折就不買 對不起自己啊太便宜 而且這個牌子的蠟燭呢 不貴 所以我覺得還蠻推薦 如果你有budget的concern 你可以買這個牌子 而且它是這樣子 ceramic 這種陶瓷的這樣 可以有一個自己的蓋子 你看像這種就沒有一個蓋子 所以你要盡量拿那個 一個東西 就是你要滅它的時候 你可以拿一個東西去壓到蠟裡面 這樣它才不會有煙味 然後這種呢 就是你如果直接蓋起來 你也聞不到那個 煙燻的那個味道 然後我最近呢 就是因為太常點蠟燭了嘛 有時候蠟燭燒到底的時候 你真的是點不到 我又不喜歡用火柴點 因為火柴每次點完之後 都會有那種燒焦味 所以我就在Amazon上面買的這個 就是這種墊的 因為很方便 因為它很長嘛 就這種墊的也會 也不太會有煙味 所以我還蠻喜歡 然後這個味道 比較清香 我真的不太會喜歡香味 它這個牌子呢 有分三種大小 然後這個是最巨大的 我都會放在客廳點 因為客廳的空間比較大嘛 然後還有這種可能放在房間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它每個都有蓋子 還有這個 它這三個味道都不一樣 我沒有特別喜歡 這個味道 這個Tracker圖案 可是我只是覺得它這個盆很好看 它其實如果你不點的時候 你放在那邊 它就只是一個白色 我覺得它蠻不錯的 然後這個 這個味道我還蠻喜歡的 他們家我在店裡面有聞過 目前他們家我喜歡的是這兩個味道 會打在螢幕上面 因為它這個下面沒有寫它是什麼 大燭呢它這個就是三個大小嘛 這個我會放在廁所店 比較小的 它這個尺寸就很好 而且這個送禮也還蠻不錯的 就很漂亮這樣子 欸沒有什麼東西 是我想要跟大家介紹的吧 欸你回事好 我在影片發的時候 應該是會在聖誕節之前 聖誕節前夕 所以先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然後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健康康的 因為最近疫情有大爆發了 我最近都還蠻緊張 因為我聽到身邊太多朋友 都有得到 或者是他們的同事啊 就是已經有點 out of control 我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會得 因為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就是只能保護好自己 然後保護好他人 應該會是今年最後一個影片了吧 對 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期買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 明年見啦 可以留言告訴我 到底該不該留那個包包 OK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新年快樂 聖誕節快樂 掰掰